歡迎大家收看Big Boys Club 今集兄弟幫你一個很大很大很大的陰謀 當中還牽涉幾位世界知名的人士 未聽的話,我已經很緊張了,Bob Panny,你們所說的知名人士 就是超級無理知名,因為全世界都要認識他們 但是說的是他們的死 原來當中有很大的牽連 而這麼多牽連的事端 原來都是由一件UFO的罪惡事件而起 一年幾個星期,我們都會請來這位胡叔哥 跟我們聊聊天,卓飛哥 飛哥,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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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念你 見面了 如果大家錯過了飛哥之前 上來我們兄弟幫我們聊天的故事內容 當中我們上次說到有911之迷 還有幾次UFO的事件 沒錯 大家可以到上面看 MyTV重溫,大家記住了 好了,飛哥 剛才我們所說的幾個名人的死 故事牽連都是由一個事源所引起的 沒錯,你大約可以這樣形容 幾個名人的死 其實死得很神秘 但是我們之後再說 因為這一年多集 但因為都有一個UFO事件 一件UFO事件而引起 我知道你說的UFO事件 是因為是在英國發生的 但通常很多人聽到都是 在美國發生的羅茲威爾事件 但在英國我真的很少聽到 說你了,蘿茲威爾事件 大家都知道在美國墜毀了有屍體 沒錯 這是一個很大的事件 為何這件事會被譽為 英國的羅茲威爾事件 其實是發生在1954年 那天是3月4日 其實發生在英國的一個小鎮 一個很鄉村的小鎮 即使現在也是很鄉村 這個小鎮叫Kalbek 它是在Gasgro 以及在曼茲斯斯中間的一個地方 就是比較偏遠的小鎮 而這個小鎮也很近一個 一個叫不是郊藝公園 一個國家的公園 即是很鄉村地區 當時其實發生了甚麼事呢 就是總之就像以往的個案一樣 有一架飛碟就墜落了 就撞到這個地方的一個鄉郊地方 然後就碎開了 滿地都碎片了 當時其實有三個人見過這個目擊證人 目擊證人就是一對父子 這對父子是一對農夫 他們可能都是剛好去附近 就見到有一個飛碟墜落 然後他們走過去看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其實一個叫做盜獵者 他的名字叫Dyka 之後的人叫他做Dyka 他是一個盜獵者 偷偷地去打獵的人 其實當時 首先見到這個墜毀事件 就是這個叫Dyka的人 他見到的就奇怪了 他見到現場就有隻飛碟墜落 他沒有很詳細形容飛碟的外形是怎樣的 總之墜落落,碎開了 有很多碎片滿地都是 而他當時見到 有三個物種 是躺在地上的 即是屍體死了 物種怎樣用物種來形容 所謂物種 其實就是他見到不是人的東西 但有刺人的 這個是之後拼出來的故事 原本他看到有三個屍體在現場 而他有一個很有趣的 或是很驚嚇的 就是當他看著看著時 突然他一轉著臉 有另一隻未死的物種 是跟他面貼臉 烘在他的臉上 總共四隻 總共四隻 他看到四隻 烘在他的臉上 而他當時嚇到 是傻了 先說了戴卡的案件 戴卡第一件事嚇到傻了他 很害怕 他第一件事就馬上離開 是跑去當地有一個 很出名的教堂 那為甚麼他會跑去教堂 他本身以為自己見到魔鬼 他衝到教堂裏面 他就捉住裡面的神父 跟他說我見到魔鬼 見到魔鬼 很害怕 還有他拒絕離開的教堂 他直接留在教堂裡好幾個月 都完全 他 即是 恢復不了他正常 他連說話都很害怕 好了 而 剛才說還有一對父子 父子是一個農夫 奇怪的是 父子去到現場 他們見完之後 就很快去英國的軍部 已經派了一些吉布車 全部的軍隊已經衝去現場 去現場做甚麼 封鎖現場 所有證物要把所有證物都拿走 把所有的碎片和屍體都拿走 而且也把這父子押上軍車 帶了他們回到一個空軍基地 這件事基本上去到這裏 大家就說那對父子去了哪裏 原來在當時的村民來說 因為Kalberg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村民基本上大家都認識 不是很多人 總之他們的村民說 這對父子失蹤了大約是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沒有了音訊 沒有人見過 也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裏 連他們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裏 也報警 各樣都沒有辦法找到他們 兩個星期之後 突然見到這兩對父子 就出來 出來之後 兩個星期之後 這對父子從此永遠在Kalberg 這個地方失蹤 沒有人再見過他們 沒有人知道他們去了哪裏 這件事是1950年 事隔很多年之後 即是幾十年之後 美國有很多UFO的研究者 他們嘗試去找這班人回來 要找回這班人 第一,他們找不到Dyker 因為Dyker可能已經死了 但是他們找回Dyker 當時去過那間教堂 而問回當時的一個神父 問回當時的主教 他說其實當日的主教 是真的接見過Dyker 而他們有一個錄音 錄音就是甚麼呢 錄音錄下了Dyker跟他們說的東西 Dyker當時看到那隻物種 是臉貼著臉 有沒有怎樣形容過這個物種 他只是形容 他說這個肯定不是人類 而他深信自己看到魔鬼 因為他說他的樣貌 令到他非常之害怕 好了 接著他們也找到一些 在教堂裡拍下了Dyker 他在裡面住了幾個月的時候 他們的情況 其實Dyker已經是近乎一個瘋狂 他真的瘋了 他的動作是 無緣無故對著窗戶 自己動手動腳 自己跟自己說話 那些錄音帶是沒有公開過的嗎 那個錄音帶他從來沒有公開過的 他完全沒有公開過那個錄音帶 不過當然這些傳媒 現在你聽過這個故事 當然你上網去找回 譬如你打C-A-L-D C-A-L-D B-E-C-K B-E-C-K 然後你再加一個C-A-L-D 英文的C-A-L-D C-A-L-B-E-C-A-L-D 你便會找到這個檔案出來 雖然這個檔案不是很詳細的故事 但其實我們繼續說下去 好 Anyway 證明到Dyker真的去過這個地方 也留下了一個錄音 而當時的神父也走出來 跟UFO的研究者說 我們可以證實他真的來過 而錄下了他看到一些奇怪的東西 他沒有需要替他掩護 也沒有需要說謊 當然是以來神父 如果你相信他的神父 沒理由會說謊 明白 然後他們要去找這對父子 他們在英國另一個地方 找到其中一個兒子 相信父親已經過世了 因為幾十年之後 找到兒子 兒子應該都是老人家 兒子說了甚麼呢 他說了當時他見過這個事件之後 英國軍部 英國軍部帶了他回到一個空軍機地 然後就跟他說 首先就跟他說 其實你今天看到的東西 並不是你們想到看到的東西 幫他洗腦 你覺得看到甚麼呢 不是你看到的東西 好嗎 記住 你看到這些只不過是我們英國軍部的 一個是非 在試一隻新型的飛行器 而飛行器可能因為技術問題 是吧 墜毀了你就會見到的情況 但是這個兒子 他當時跟UFO專家說 我肯定這不是一架英國的戰機 因為他們的屍體不是人類 身體的尺寸全都不同 因為那些外星人是很矮小的 但是英國軍部當時就介紹給他 去看一個很高大威猛的 他說這就是我們這些戰機的 新型飛機的駕駛者 但是他說根本不可能 因為那隻東西根本的尺寸很小 還有他看到那隻飛行器裡面 有一些圓柱形的熔器 熔器裡面裝了很多人類的肢體 嘩 這是很離奇的事件 在裡面 他說這個熔器是故意收集了 拿回來放進去的 一個容器 好了 然後他說 當然了 軍部跟他說 你不可以把這些高度機密的 不可以說出去 是 因為你說出去之後會很危險 當然是威逼 嚇他就告訴他 你不可以說這些資料出去 好了 因為這樣的原因 他們就沒有說過